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怎么老有人跟我打钱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行 我得打个电话 问问银行 喂 你好 能帮我查一下我的银行卡吗 用户名 什么 玩小花 这怎么可能 我老公不是五年前就去世了吗 哦 好的 谢谢啊 这小花已经去世五年了 这会是谁用她的名义给我转钱呢 好久没有去看小花了 明天是她的忌日 我得去目的看看 我得去目的看看 小雷 你怎么在这儿 你干嘛躲着我啊 我嫂子我路过来看看我哥 你也来看我哥 是啊小雷 对我这卡里隔三差五老是有人跟我打钱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你打的 怎么可能 不是我 怎么会是我呢 我有事先走了 哎 爹 老实说吧 肯定是你 不是你 不是你还会有谁啊 嫂子 这钱是我打的 爹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给我打钱啊 嫂子 我哥在的时候 我正在读大学 那四年的学费 都是我哥在工地 搬专政的 八年前我哥就这么走了 我亏欠他的实在太多了 爹 你说什么呢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哥没读什么书 只能在工地上做最苦的 最累的活 来供我读完大学 眼看我就要毕业了 就能报答我哥了 可是他 他却走了 都怪我 爹 你哥人都走了 你就别说这些了 嫂子 这些年你这么辛苦 一个人供小孩子读书 长大 所以我一发工资 就用我哥当年给我的卡 转到你的卡上了 这也算能报答我哥了 好了 爹 我明白了 我现在一个人能养活孩子 你以后别再跟我打钱了 你的好意 我替你哥 谢谢你了 好吧 嫂子 那以后小孩上大学的话 学费一定要让我来交 好了 别说了 去老房子看看长妈妈 走吧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手机呢 小伙子 你是不是拿我手机了 我没拿你手机 你抓我干嘛 刚才呢 你从我身边经过 转了我一下 肯定是你顺手拿走了我的手机 你敢给我搜一下吗 你搜 随便搜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搜这搜干嘛这种东西啊 这个你不能拿 为什么不能拿 你没见到这东西这么小 肯定不是你手机 这年头 我什么把戏没见过 我手机一定在里面 我没拿你手机 你不要忘我 我刚才手机还在呢 就是你过来挨了我一下 手机就不见了 不是你拿的是谁拿的 我没拿 这个是什么 给我看一下 这东西你不能拿 为什么 这是我妈最喜欢的手镯 我妈去年病了 我把家里的房子地都卖了 给她治病 可还是治不好 就这么走了 她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 好不容易给我长大了 来不及报答她 我现在要离开家乡 去外地打工 可是我舍不得我妈 所以我一直把这个镯子 我带在身边 就当作是我妈一直陪着我 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进来 罗总 我刚领第一份工资想请你去吃个饭 好报答你给我这么好的工作 你不用谢我 你本来学习能力就可以 做事也论真 我很满意 你刚得的那笔钱还是先存起来吧 以后用舔的地方多着呢 我会继续加油的 可是这顿饭我还是得请 还是说罗总嫌弃我请不起山珍海味 你不用提我 我去就是了 走吧 小脸啊 这都走了一个多小时了 怎么还没到啊 再忍忍吧 一会儿就到了啊 走吧 哎哟 我都快累死了 再坚持一会儿 一会儿就到了 你老实说一会儿 还有几个一会儿呀 十分钟最多十分钟 走到了到了 啊 这就是你家 怎么这么破 哥 哥 哥 我哥好像没在家 要不静静 你现在要歇会儿 我去那边看看 你这让我做哪儿呀 行呐 我自己看看 你去找你哥吧 好 家里也太破了吧 什么年代的房子 哥 哥 弟弟回来了 你在这干嘛呢 在这干点活 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 这里活不着急 哥 我这次回来 把我女朋友带回来了 主要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们两个的婚事 那行太好了 我弟终于可以结婚了 等回头房子让人看看 给你操点彩礼钱 什么意思啊 弟 哥也没什么能力 也没什么本事 这里头也没有钱 只能把这房子卖了 给你操点彩礼钱 什么啊 哥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房子可是我爸妈留下来的 你把它卖了 你住哪儿 我从小都是你把我拉扯大的 你又跟我上大学 又跟我读书 你已经够不容易了 如今你还要把房子卖了 不行哥 我不同意 弟弟啊 这件事我说了算 我把这房子卖了 给你操点彩礼钱 也不能亏待了人家姑娘 再说你的婚事 不能帮得太寒酸了 哎 哥 你这次一定要听我的 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房子卖了 我从小到大都听你的话 哥 这次你就听我的吧 行吗 再说人家晶晶家里面 他爸妈单位分的有房子 我们有房子住 晶晶都答应我了 不要我们的彩礼 你一定得听我的 不能把房子卖掉 不行 咱本事了是吧 学会跟哥降嘴了 哥就你这么一个弟弟 所以必须把这房子给卖掉 给你操点彩礼钱 不能让咱们拿翻丢人 哎哥 不行 不能卖 小雷 你怎么跟你哥吵架呢 你怎么来了 我老远就听到你们在吵 你怎么跟哥这么说话呢 哥 这房子不能卖 卖了房子 你住哪呀 姑娘 哥一个人 住哪里都行 你跟我弟弟结婚 不能太委屈你了 这个财力钱 一定要拿的 哎呀哥 我都听小雷说了 你们家的条件我都清楚 我怎么可能让你卖房 来给我搓这个财力钱呢 是啊 哥 我都跟你说了 晶晶他人挺好的 不会跟我们计较财力钱的 我都说了嘛 他不会要我们一分钱的 是啊 哥 我和小雷在一起啊 我们两个不是因为财力钱在一起的 是小雷他人好 而且我爸妈都看中他 姑娘 你真好 我弟弟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 这是我们家的福气 哥 你别这么说 我和小雷啊 都希望你给我们找个嫂子呢 你看哥啊 你为了小雷自己都三十多岁了 还没结婚 小雷一直在跟我说给你介绍一个呢 是啊哥 赶紧找一个归宿吧 行 听你们的 嗯 走 我们回家